統計上面台灣大概有13-15%的人吼是有慢性腎臟病 他覺得我也沒什麼不舒服 他就完全不管他 結果呢 大家好我是護理師譚敦慈 我們都知道肝臟是沉默的器官 其實腎臟比肝臟還要更沉默 現在大家都知道 到洗症這個會化掉很多這個健保的費用 所以對於預防腎臟病 我們現在都非常的在意 那第一個呢 我們都會告訴各位 就是如果你早上起來 尿尿的時候要去觀察一下 沖水之後是不是還有泡泡 現在連小孩子都會去注意這個問題 那其實以前我們也常遇到就是說 尿中有泡可是不經意 但是後來真的就是腎臟變壞的案例 那陳醫師 我們通常都教病人看泡泡 那怎麼樣去評估這個泡泡 到底是有害無害 我們應該怎麼判斷 是通常我會建議 那就是 大家解完尿之後 要觀察一下 馬桶裡面的這個意念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有泡泡是代表就是 可能腎臟功能有異常 或者是說有一些蛋白尿的可能 那所以門診會很多病人很擔憂說 我好像解完小病之後 看起來就很多泡泡 就趕快來看診 那我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還是要觀察一下這個泡泡 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大概可能幾十秒到一分鐘的時間 觀察這個泡泡有沒有消散 如果是真的是蛋白尿的這些組成的話 這個泡泡它你在那邊等一分鐘左右 這泡泡不會消散 那如果是只是單純的因為這個空氣造成 就像我們喝泡沫紅茶飲料店那種手搖杯 它是有經過搖晃的 那因為我們解尿的時候是會衝進一些空氣 到這個馬桶的液面 所以有時候帶進去的其實是空氣 那如果只是空氣造成這些泡泡的話 幾十秒之後它會慢慢的消散 那就不是真的我們擔心的這些蛋白尿 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沒有消散的泡泡的話 那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盡早來醫院就是求治 檢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腎臟出了問題 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對 因為這個蛋白尿 好像就是腎臟出問題的第一個 因為像我自己的一個親戚 他就是早年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的這個尿液的這個泡泡 就是一直都不散掉 後來他就被送到醫院去檢驗 結果就發現蛋白尿 但是就及早的一些做一些切片 做一些治療 那到現在都很好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這個案例 就是他呢 在平常他就尿尿就很多泡 那他也不唯一 那甚至去當兵的時候 就是體檢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有這個蛋白尿 但是他就覺得說 這個軍方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不能當兵要趕快去治療 那他覺得我也沒什麼不舒服 他就完全不管他 結果沒有幾年就洗腎了 所以這個尿中有出現泡泡的時候 真的要趕快及早的治療 那除了這個泡泡之外 我們還要注意哪些地方 是可能腎臟已經壞掉的這個警訊呢 我們有一個口訣叫做泡水高頻卷 它是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說 平常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出現這些狀況的話 要特別小心是腎臟出現的問題 那泡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泡泡尿蛋白尿 如果發現就是小便當中真的有這些泡泡的存在 那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早一點就醫 那水就是我們講的水腫 如果發現說比如說下肢啊 就是足背啊這個筋骨前面 如果發現說按下去 手去按之後沒有辦法回彈 這個組織比較水腫的話 也是要比較小心 或者是體重有不明原因的增加 可能是水分預計在身體裡面 這個也要非常的小心 再來就是高 高就是高血壓 假設病人本來是有高血壓的狀態 那最近呢突然變成高血壓不好控制 本來吃一顆藥就可以降下來 現在吃兩顆也降不下來 這種比較突然不好控制的高血壓 或者是本來血壓是正常突然變高 這種也有可能是腎臟出了問題 那就是非常需要注意 那接下來就是貧 那貧在這邊代表是貧血 就是在腎臟功能不理想的時候 它會影響我們的造血的功能 所以接著下來會造成身體出現貧血的狀況 這個通常是要抽血才會發現 不過有一些人會有一些 比如說疲倦啊 苍白的這些表現 那如果是這個狀況出現也要非常的小心 那最後一個就是卷 卷就是疲倦啊 然後如果是因為腎臟功能變差了 那可能會有一些卷帶的感覺 因為毒素造成的這些身體的代謝變差了 可能會常常出現疲倦 想睡覺沒有精神這些症狀 如果出現我們剛剛上述說的這些 泡水高頻率的症狀的話 其實腎臟功能已經衰退到大概 我們慢性腎臟病的分歧第四第五期了 所以其實這些警訊的出現已經 告訴我們說腎臟功能已經非常的衰退了 那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徵兆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有一些慢性病的狀況 或是身體有一些異樣的時候 還是及倒著就醫會比較理想 對其實這個呢 口訣已經都已經是非常的這個明確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我這個可能工作忙啊 疲倦就不想去 那像我有一個這個朋友 他先生就是 他覺得說他老是覺得 他是因為工作是高壓的 所以常感到疲倦 那這個有一天呢 來抽血的時候 接到醫院的緊急電話就說 你的那個B-1已經超過了 還有Karatinine已經超過了標準 要趕快到醫院來洗腎 他才知道 他竟然要洗腎了 好像現在這種的案例也非常的多 是因為這個腎臟是一個沉默器官的關係嗎 對其實我們的腎臟 在很早期開始功能受損的時候 其實病人自己本身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不會有特別的症狀 通常都是大概到 我們慢性腎臟病第三期第四期 可能腎功能只剩下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時候 才會開始有這些症狀跑出來 所以在前期的時候 其實非常難去預防 統計上面 台灣大概有13-15%的人口是有 慢性腎臟病 但是可能只有不到10% 大概7-8%的人知道說自己有慢性腎臟病 而去有去就醫 剩下有一半的人可能是有慢性腎臟病 自己卻不知道 所以就忽略了這個腎臟可能功能已經開始衰減的這個現象 沒有去就醫就腎臟功能就惡化是非常的可惜 那陳醫師如果說我腎結石 但是我現在不痛了 我就可以不要理他嗎 這樣這樣子當然是不行 只是說我們會建議說 已經發現這些腎臟的異常 不管是有結石啦 或者是說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病 或者是你本來就知道說腎功能不太好 這種都是一定要規則的追蹤 那要回到醫院做例行的檢查 才可以在腎臟功能開始惡化 就馬上發現那及早的治療及早的處理這樣子 所以腎臟是一個沉默器官 那我們如果說你的這個預防的方法 除了這些不要等症狀出現啦 預防腎臟病的方法當然除了一些基因 一些這個結石這些問題呢 第一個真的還是要這個 輕淡的飲食 適度的運動 然後也要適度的休息 你只要做到這一些 就不會到洗腎這個程度了 等一下 有什麼解決? 我們可以吃它 imas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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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